大家好 我叫佳芸 我今天分享的題目是一個 Sputing Data DynamoDB這個Library 的一個升級改版的經驗 那這個QR Code 大家 可以不用騷擾我是 目前在104工作 主要是後段工程師 這個QR Code是我們BM 就聽說我要來講就丟給我一個 那如果有少的你就會知道應該可能沒什麼幫助了 因為這個工程界這個領域太多了 這個固定的關鍵字可能不見得適合每個人 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主要目前負責的我們的產品 他叫打工探警 然後他主要服務的是 或者是 學生打工啊 或者是一些 兼職方面的工作 這個 這個產品我們是在 2021年初 開始準備 開發 那那個時候大概一二月的時候工程開始投入 後端 後端其實就兩個 然後三四個月 先推出了 MVP 的 上限 然後 到目前 快兩年半這樣 那我今天分享這個SpringData DynamoDB 我們可能首先 要稍微談一下DynamoDB 雖然投票 舉手 有點遊戲有點無聊 但我們不免除來玩笑 有用過DynamoDB的請舉個手 好像不多 所以 大部分人都沒有用過沒有用過的舉手 真的大部分都沒有用過 這麼妙 好他是AWS的一個服務 他是一個 那個完全脫管的 資料庫 然後他主打就是可以在非常高的併發的資料量來 運作這樣 那他還有一個 有一個小小特色就是他的資料新增 修改刪除都可以透過Spring 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再把它接 接Lambda 去 針對這個資料的 移動來去做一些後續的一些處理 不管是在把這個資料 在 在丟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啊 或是 做一些什麼統計處理 都可以 做這樣子 那DynamoDB他的特色就是他的primary key主要可以有兩個也可以只有一個就是 他有partition key 也叫做hash key 然後另外一個sort key也叫做range key 然後 在他的primary key底下 他裡面的 資料格式是 不固定的 所以每一份每一個item 都可以是 他的schema都可以長得不一樣 那他的那個partition key呢 主要就是為了在 高併發量的時候 運作 所以他會用那個partition key 把它做個hash 然後去決定說 這一筆資料分到哪一個partition 然後他是用這樣來處理說 非常大量的資料 然後DynamoDB 他 查詢資料出 除了透過primary key去取得特定一筆資料之外 他還有主要有兩種scan跟query 那 那 scan的特色是說 他就是要對 整個表作 做一次scan 然後他 這個就是在沒有那個 沒辦法用 特定partition key取得你要的資料的時候 或者就是index 也沒有 針對這個情境鍵的話 那就得用scan的方式 然後scan的話 他 他 就是他掃描全部的資料嘛 那他看過的資料就算你 不要回船 他還是 他還是要寄費的 就是這些資料量都還是要寄費的 那大家要先記得這一個 這件事情 然後query的話就是 他就可以根據這個primary key 不管primary key是 只有partition key 或是partition key跟sort key都有 可以針對這個去做查訊 然後 sort key 從這個名字 大家應該也可以感覺出來 他是跟 排序 跟數字 大小有一點關係的 對 那 他就可以根據 這兩個 這兩個那個key 來抓取特定一塊的資料 然後要回傳哪些 其實 scan跟query都還有一個 filter可以去 再針對資料做篩選 只是這個filter 他沒辦法 被filter掉的資料 並不會減少費用 這樣 那AWS 他 他有sdk4java的 目前有兩個版本 1.1.x跟2.x 然後 AWS 目前 他是沒有說 1.x 什麼 是不是會 中指 但只是他會說 可能一些新的功能 新的feature 就只會在2.x 他這樣 提供這樣 那他本身 他本身 提供的存取方式就是會很貼近他的那個 db的特色 就是都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他內在的一些 特色 像他attribute value 等一下會再看到他實際存的 格式是長怎樣 然後我要 get一個item的話 他的request要 要給他key 要給他查那個table 然後 要projection 出哪些attribute 出來 這些就 然後用他的那個 用他的class來 查群這樣 另外 另外他還 他除了 基本的這個clite 就是比較低階的clite 他還有一個是 就是 比較orm的 他是叫做在1.x版本他叫做dynamo db maple 那他就可以像 像orm的 像我們用jp的方式來 處理資料 像這邊他有個 他有個muli 那他就 就可以直接這樣呼叫他儲存 然後 讀取也是就可以直接轉成那個 5件 然後他的orm 其實就是也要加一些annotation 這些就是1.x的annotation 就跟我們在 可能寫jpa 有一個table 很像 然後名字叫什麼 那底下會有他的 他就 這邊就叫h key 然後跟lange key 是 格是什麼 這個定義好就可以用 用他的 那個orm的clite來查詢 這個是 dynamo db 他儲存在他的資料庫裡面的 資料的格式 他 不是一般的json 因為他多了那個 他每一個attribute的 行別的資訊 像strin他就是 會有一個s 然後像number就有一個n 然後bolling就b now的話還有 還有他自己的這個 行別 因為 他 本身的item是 不需要schema的 所以 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需要這個資訊 不然他就沒辦法 沒辦法知道 每個item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Spring data 這塊 應該 大部分人都會用 JP 那 Spring data 他主要就是 為了在 大家存取 資料方面 提供一個 比較統一的 存取 界面 像他 主打就是那個 Repository的 interface 他有一些已經 預先定義好的 那我們自己可以額外再 再增加 就是 Extended interface 再定義我們自己的 interface 然後增加 其他的查詢 那他預設就有儲存 然後 用id找特定一筆資料 或者是找 找一堆資料 然後 Count delete 這些當然一定會有 或是 Delete Delete 一筆資料 這樣 那目前官方主要的 Module 有這些 可能大家 比較 會碰到 也許是 JDBC 跟 JPA 那 Redis 可能 應該也會比較常接觸到 Spring Data Dynamo DB 這個東西就是 也是 一樣 他的一個 Module 只是 他就 不是在官方 本身體中的 Module 裡面 他是屬於社群 社群開發的 那社群開發 也有蠻多其他的 像有 Elasticsearch的 然後有 Neo4j 這個 圖形資料庫的 我當時 會 找這個 找到這個 其實也是 想說 因為我們 我們用Dynamo DB的情境 就 比較單純 就是屬於 比較個人化的 資料方面 就他不會有太複雜的 資料跟資料之間的關係 像是 個人 自己 我們 我們那個產品 他 一個 使用者就是 一份履歷 那這就很單純 然後 那個時候就 想說 這樣子比較接近我們其他 發資料存取的方式 剛好那時候也有看到這個 Library可以用 然後這個Library 他其實 之前 2020 就更新到2020 然後我們那個 21年開始用 後來 後來就 都沒有再更新了 這樣子 然後他 之前 GitHub上面寫的是 Spring Boot可以到 到2.2以上 這樣 Spring Boot可以到5.2以上 然後 但其實 這個 這個Library 已經不是第一手了 它是Folk別人來的 這個 他的上一家 上一家是 是這個 那他之前 又有 release過 只是他又更早了 就是 這個已經 目前這個 我使用的時候的版本 應該已經是第三手了 然後這個是 第一手 他 他其實 2021還有發一個版本 只是他 他release資料上面有的 就 之前一個已經是 2015年的 然後 2020有更新一個 那我看了 這一位 Michael應該是 最最初的 開發者 他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 Git上面的 記錄 最早的call 是從 13年開始的 所以到目前也算 10年了 然後 不同的人在接 看到照片應該已經有一點 是位老先生 這個是 就是我翻到他最早 Kommit的 記錄 在 13年的9月 他開始開發 那這個 那這個 等一下我喝個水 最近有點生病 所以我就戴著口罩講 這個是GitHub上的 他的範例 那他 在那個 Entity方面的定義 主要也是利用那個 官方 就是AWS官方給的 1.x的 annotation 像這個 table 然後 hkey attribute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定義好 然後他就可以 像 像那個剛才看到的 Ishtenic Ciud repository 然後 再定義自己的一些 額外的查詢資料的那些 方法 那他這邊 範例是給了一個 找 找 找信跟找名字 然後 他這邊有一個 Enable scan 這邊 他應該算是有一點 有一點 保護作用 因為 Scan 剛才有提到說 Scan他會少真表 那如果對 DynamoDB不熟人 他想說我要查一個資料 為什麼不能查 然後看到說 可能 Log 裡面有提示他說 要用Scan 或者是網路上查到要用Scan 然後就把它Scan下去 那個 如果表的資料很大 然後那個費用應該就會很可怕 那他還有 就是 那個 Spring data 裡面也有那個資源那個 分頁跟 排序的一個 Repository 那像他要找全部資料也是需要 需要用Scan 這樣 後來我們最近那個 Spring boot 因為 之前是用 2點多的版本 然後 好像快要 EOL了 然後我們今年 我們 最近前陣子剛升級到Spring boot 3.1 那升完其實 把Spring boot升級 然後還有JDK 之前我們用 11 然後 Spring boot 3的話需要 17 那這些都升一升 但其實 那個Spring data DynamoDB 那一個還是可以用的 然後我們使用的幾個 幾個範例 可以 列在這邊像這個 我在 存履歷的Repository 甚至都沒有 定義自己的Messor 就是我 我只用預設的 就足夠了 然後有一個 比較關於使用者 設定的 設定的這個表 也是這樣子 然後 稍微有 有定義一點東西的是像這個是 直缺的 潮稿 那我們直缺的潮稿是根據使用者 他 他一個人可以 建三筆 所以這邊 會有需要說 去看 去看的 根據 UserID去看的這個需要然後跟 根據UserID去 Find的這個需要所以這邊有 多定義兩個Messor 那有一個稍微複雜一點的 例子是 我們有 我們聊天是用Twilio 然後 有把Twilio的訊息 再 回存到 我們的DynamoDB裡面 那 之前有一個 需要是 我要找 一個聊天室裡面 這conversationID SID是一個聊天室的ID 然後有一個訊息的index 那時候是要找一個特定訊息 那個 在 一些事件過程中這個 這個ID有被記錄起來 然後我要根據 這個ID來找他下一筆訊息 然後要 提示給使用者 所以之前有一個類似這樣的需求 然後這邊有一個比較複雜 的 Messor 他是找那個 找 無比 然後用 用聊天室ID跟 index大於 等於 指定的這個參數值 然後找無比 我就去看那無比裡面有沒有 沒有 沒有就算了 反正那個有就 那個部分是屬於有就提示沒有就不要這樣 也是 避免說 可能 虧率 虧率太多資料 就也不必 也不必要這樣 大家 看這幾個represser會不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 我 這邊 看得出我是用什麼db嗎 對 有人搖頭 應該不行嘛 對不對 這 那這個 就正好是 Spring Data 他要達成的效果 就是 在操作資料方面 represser 這一層 其實 就蠻 蠻一致的 甚至 這個看起來感覺像個 像個那個 一般的 sql資料庫 也 好像沒有不合適這樣 當然主要 主要還是在 entity的定量 我這個真的是那個 DynamoDB的 entity 所以這邊會有 id 然後有他的 hashkey rangekey 給 mobd 使用的 然後他的table name 這幾個資訊在 來 所以剛才有提到說 這個是我在準備簡報 剛好看到網路上一個圖 那 他這個party partyql 應該也是 有點像是方便的 就可以像下 sql一樣去查詢 DynamoDB 但他當然 就也提到說 會有 會有他的風險 再來會有他危險 因為如果 對DynamoDB不熟悉的 工程師可能就隨便下下下去 就是對整個表作查詢這樣 那很可怕如果 表的資料非常大 可能 可能不是費用爆掉就是那個 服務暫時會被卡住 那我們再回到那個 AWS 4java的 sdk 1.x 這邊 這邊 這個library 他 這邊是他的 那個 unitas 一段層次 所以他 他就也是用 那個 AWS 給 給的 那個 annotation 那 底下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一個 Marshall 這個 這個就是因為那個 DynamoDB的 Jackson格是比較特殊 所以他 在 那個 Marshall跟unmarshall之間 有時候會 有點額外的處理 所以他需要這個 Marshall的來 幫忙做處理這樣 一些比較特殊的 Type 然後 然後 這個library 他始作面 就會 遇到說 因為那個 那個 SpringData 他裡面都會有需要 Entity 跟 Table之間的 對應 所以他會從這個 DynamoDB Table 這個 annotation 裡面的名 Name 取得他的 Table名稱 這些都會存在那個 MetaData裡面 後面 後面的操作都會 都會需要用到他 然後他的那個 他就會需要 使作蠻多 SpringData的一些 Interface 像這邊 箭頭指導 這個是 SpringData Interface 他會使作這個 讓他可以去做 query 那個後面是 他 這個是 那個這個library 自己的一個 class 他是處理關於 查詢條件相關的 部分 這邊是 前面那個 interface的 10座 那他裡面就會有 這邊有個part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這個part 是什麼 然後可以看到說這個part 裡面有 很多type 有它是in 或是containing 然後什麼 還有 還有 F2 然後greatland 等等這些東西 那他針對 每一種type 就去 就要去做那個 要在 DynamoDB裡面做查詢的那個 條件這樣 那這個part 這個class 底下他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type 那其實他就是那些我們寫在那個 repository 裡面的那一些 MASA名稱的那些查詢條件 像 Greaterland before like 這些 他就會 他就會那個 SpringData這邊會把它 處理好 part好 然後 弄成一個part 然後那個就是 10座 10座 這一個 前面10座這塊的就要針對這個每一個情境去做 做處理這樣 然後他 在各個資料操作方面他主要有一個 這個libr裡自己有定義一個operations 然後裡面有各種 count query scan 然後其他各種資料操作 這些都是 要 針對那些 SpringData的那些 Repository interface 需要查詢的 來做實際的那個 音頻們 然後再一點 一點差這個 AWS SDK 他有 他有兩 就是前面有提到他兩個 兩個client 一個 一個是比較低階的 Amazon DynamoDB 然後一個是比較ORM的 是 DynamoDB Map 這個 然後他這邊 10座其實 一點差這個 Map做的還 還蠻好的 幾乎 看這邊的10座他都很輕鬆就呼叫Map就 就解決掉了 然後 這些 什麼 查詢的條件 啊 也都能很好的那個 很好的傳傳進來 然後一個比較沒有直接呼叫Map就是有些 特殊就是他可能需要用到比較底層的特性的時候就只有這個 低階的這個可能才有 然後他就會用這個來做 其實他做起來也沒有特別複雜 他就 這邊幾乎也是把東西都丟進去那 他裡面 就是 一點差這個這些 這些client提供這些Library 他本身都可以 很好的做到 把這些東西都 Map好 所以我們沒有看到這邊 這個Library還需要 花什麼太費力的事情來做 然後 我後來 就看了 因為我們Sprint 不得升級了 然後 這個東西就 也一直沒有升級 雖然能用啦 也 那個時候就 好像 稍微比較閒一點 就手一樣 想說試試看改改看 然後 然後我就把那個 他的Library拉下來 然後先想說 先跑個 他的 他Unitex寫的蠻完整的 量蠻多的 總共有300多個 然後一跑就是 他 他應該 這個還沒有 M1 這個那個晶片 的問題所以 針對這種情況沒有處理 所以就 我改了一下好久沒有碰的 Maben的 胖盪 增加了 他主要是因為 他的Unitex 用到 SQLite 然後 這個SQLite 又需要用 這個 這個 Mac晶片才能用的 這個 這個版本 所以我就把它加上去 然後 後來在Spring 跟Spring Boot升級方面 其實 問題沒有很大啦 就 我們自己改 自己那個專案改 Spring Boot升級 因為用的東西比較多 反而還 麻煩多一點 因為接的東西多啦 我們也有接瑞蒂是什麼的 其他的 那這個東西 升級幾乎就是 把這個 一定會遇到這個 Java X的 Package 改成 Jakarta 他這個Package 然後 順便改了一些 這個小小的 一個已經 廢掉的一個 準備要廢棄的 Master 然後把它改 改成 新的Master 這樣 那 後來我又 看了一下 就看到說 他的GenUnit 也是 4的版本 想說 就一起生一生好了 然後這個稍微有一點 費力 不過 都是 窟工比較多 這個就是 其實我 後來 Unitex 倒沒有寫那麼多 然後也忘了 我當初 Unitex的寫 最多的時候 到底是 是哪一個 Junit的版本 然後他就 稍微麻煩一點 因為很多地方都有 同樣的東西 要改 像是他這個 啟動的方式啊 那個Annotation 都不一樣了 然後他測試前要執行的這個Annotation 也不一樣這樣 就 改的點比較多一點 然後還有那個 連 那個 Mokito 那個 Library他 也從原本比較寬鬆 後來變得 比較嚴格就是 他的before 裡面去 去 設定的東西 如果在 Test case 一個Test case 都沒有用到 他就會 會變成 會爆錯 就變得很嚴格 所以像他那個 他 這個對應之前的就是 每一個 Test case跑之前都要執行這一段 然後這一段就 因為他之前的版本就會寫很多 可能就一次把東西全部弄好 可能不見得是 每一個 Test case都需要 這麼多東西 是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也 爆錯一大堆 那還好啦 簡單 粗暴的解決就是 把他前面加一個 讓他比較 寬容一點 那 然後 就可以過 這樣 那個時候 我把 還有就是比較煩的是那個 之前 4的版本跟5的版本 他那個 那個預期的值跟他的那個comment是 就是出錯值要給的comment是兩個是相反的一些比較煩人的地方 然後這些也 也改一改 算是就是 一樣是苦工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煩的是 他那個 預期Essession的寫法就之前他可以在Test Test的annotation裡面寫說 這個Test 應該要 拋什麼Essession出來但是後來這個寫法改了他專門有一個 Assert的寫法是要來寫那個Essession的 然後 然後 他那個實際執行的程式就要寫在這個 這裡面用一個Lamda function寫在裡面這樣 那這個算是 這邊這個算是比較 比較簡單的版本 然後像比較複雜的版本就是 他有那個 他有指定說Essession裡面的訊息要是什麼 然後 是哪一個Essession的class 這個寫法就是要 要改的比較多 就是把那個都改在這個Messor裡面 來放 放成他的參數這樣三個都放在他的參數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也是很 蠻多的 一樣是苦工就是 太太多層次嘛 有有這樣的情況要改 那我在做這個部分的時候就 有發現Kopala算是蠻好的幫助 我是用Github的Kopala 那再問一下有在用類似工具的 可以取一下手嗎 有一些比例不算太高 這個 我 敢想就是做苦工真的還 這個東西真的還幫助蠻大的 我有時候 我第一個像 剛才都是改一大堆很像的東西 那我第一個改完可能後面再改 第二個第三個 他就能夠拆到我的心 心意了 然後就會自動幫我提示出來 當然還是要露眼確認一下 有時候他難免會有些小地方會 可能會放錯 但是 輕鬆很多 就至少不需要自己 每一段 然後每一個字都自己在那邊敲 或是在那邊 雖然有那個autocomplete 還是很麻煩 他就一整段都直接幫你輸出好 算蠻慫的 以前 做這種事情沒有那麼慫 然後我 然後我 Jane unit 這個 這樣子 改一改改完 跑了一下 有少數幾個錯 就有一個failure 然後有四個 error 後來我看了一下這些東西 想說 後續要把 JAMA 就是AWS JAMA SDK升級 應該看起來還是會動到 這些東西 所以我這個時候就先不管 先不管這些了 然後後來就開始 開始改改 改這個 這個真的是 更大的苦工 就不是只是 單純苦工這個還要花腦筋的苦工 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 27號 到27號有先改 改到一小個段落還沒有完全完成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是 就7月那個時候稍微有一點時間 7月初開始改 然後 好像過幾天看到 這個研討會的投稿還沒結束 就投了一下 然後好像 好像就這一天被通知 通知被採用 然後就開始拖延正起來 所以我目前這邊 改了哪些東西 底下來看一下 他annotation也改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 不知道也許之前 Db都大姐他不喜歡 就改成 用那個託風的方式 但是比較可惡的是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偏偏不把那個放進 放在這個病裡面 他裡面沒有 就很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要 不讓我們 輕鬆做好這個Spring Data的穿接 應該不會這麼壞心嗎 那我後來是先用一個 就我們 JPA常常會用到的 就Table這個 Annotation 然後把他名字 放在裡面 這樣 然後他的那個 Key子的Annotation 也改了 然後 然後 一樣連那個 HBueName 他都不給 還要另外寫一個 就原本 原本他是HKey 然後裡面可以指定 HBueName 如果說 比較特殊的命名方式 或跟 Db 你想要放的名字 不一樣 就要指定 然後 只要寫 多寫一行 另外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不同是說 之前這個 這兩個 這個 Hash 然後跟那個 LangeKey 一點差的這個Annotation 他都可以 放在 Field 或 Messor 都可以 Gator 都可以 然後 他 新的這個 就不能放在 Field 上面 就只能放在 Messor 上面 所以 這邊 也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改 所以我這邊 像之前他從 從那個 原本 DinomaDb Annotation 可以取到 就變成 要改從那個 Table 這個Annotation 來取 這是一個 然後他的那個 他新的版本 也是有兩個Client 這個Client 是 比較低階的 就對應到那個 Amazon DinomaDb 這個比較低階的 這個Client 然後他有 Enhance 的就對應到這個Maple 也算是 要給你用來做 ORM的 方式使用的 然後他 這邊說 他說 他要 他是 承接這個Maple 但 其實 實際看了一下就 很多東西都沒有舊的方便 所以 要改這個東西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還是 要 感覺要想的比較費力 要去怎麼實現 原本 很輕鬆能夠實現到的那些東西 那個時候 那個前陣子 那個時候可能也有一點 太 太急的在 弄 也許有些東西沒有想那麼清楚 但是我那時候就看 覺得說有些東西還真的是 暫時還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像 像 我有一些還 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我就先 先把它 註解掉 像他之前有一個 規律的condition 然後他也有一個簡單的轉換 就可以轉 把它丟進這個參數裡面 然後 新的話就 就沒有這麼 就沒有看到這麼 這麼方便的方式 那還有一些 關於 Protection的 我就還不確定說 他之前可以設定說到底要 Protection哪些 Attribute 有一些 或是指定的 這些 這個 這個那個時候好像也還沒有看到 所以反正我就先 先把一些還不知道怎麼處理都 註解掉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他 那個之前一開始開發人 Test 寫得很 很勤快 所以有一個Test 就3000 3000多行 然後有一個常常 出現的 幾乎 這些幾乎都是 類似這個 這個情境的 然後裡面有些東西 都是跟condition 相關的 還不太確定要 怎麼怎麼處理 然後還有 他的那個 他之前很方便 因為DynamoDB可以設定 設定額外的index 那 Global的 跟Local的 這是 如果大家以後用到DynamoDB DynamoDB 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然後這些有一些取法也是有一點 還 還 還不太確定要怎麼處理 反正我就 暫時不知道 就都 都注解掉了 像這個是 他會去測試 Cueye Cueye完Table之後 Table的一些資訊是不是符合預期 那裡面也是有一些比較麻煩的東西 然後我也就先把它處理解掉 然後我這樣 這個版本 測起來 它 有一些 Test Test case 在新版就不需要了 我就刪掉 所以剩下288個 然後 失敗跟錯誤的有大概 107個 所以 大概 也有快三分之二有通過了 就 後續 可能今天講完 就不會再拖延症了 看能不能先把它 把這個處理完 然後能夠推一個版本出來看看 看